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25日 天津有网友爆料称 以中学老师训话中对比家长收入歧视学生 对此 天津市金南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 网传金南区教师肖某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有不当言论 区教育局立即成立调查组 对网传情况开场核查 目前 涉事教师已停职 据悉 涉事教师疑似曾被评为该校的最美教师 工会骨干委员 事后 有网友发出该老师当晚在班级群内的发言 肖某某称 这条音频对于自己来说不算什么 自己只是教育学生 同时 他向曝光此条音频的学生道歉 他表示 曝光录音的学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他不会找这位学生 同时 肖某某告知学生们称 你们不努力就会不如你们的父母就会阶层下移 但此聊天记录暂未得到官方证实 此视频被曝光后 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有网友表示 老师的这种行为网为人师 这样的素质完全不适合待在人民教师队伍